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厨房想介绍一款 可以补充钙质 亦是可以帮助排除宿便的 一个养颜的甜品 是一个炖奶 但是它的做法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它是不需要放鸡蛋 或者蛋白去凝固的 究竟是什么令到它凝固呢 我们现在就看看 材料就是珊瑚草 珊瑚草在一些药材店 就会买到 我这种珊瑚草是四两张 28元 我大概用一球 每次浸的份量不需要很多 因为它会发大很多 由于珊瑚草 其实它是在一些无污染的海里生长的 但是它在海水上生长 所以它也有盐份 所以我们也会怕它有沙粒 所以首先清洗一下它 接着用一些水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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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间 有时候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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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煮豆腐芫茜汤 淋到尾時,放入一堆 煮一煮,就可以一起吃 它的質感是全軟的 因為我浸了24小時 其實它本身已經浸得很軟 你見到我洗的情況 你會見到水會白白 但如果你浸太少時間 它有機會還有鹽份,會比較鹹 我們就不想吃太多的鹽份 亦是覺得浸久一點,會更乾淨 另外,我們要煮燉奶 我用了一碗半水 放一些冰糖 現在開火,先把糖溶掉 糖的份量,視乎你們想吃多甜 剛才我的份量也挺甜的 如果你們不能吃太多糖的 可以加少一點糖 現在這個珊瑚草 我自己一次過用不了那麼多 所以我會放雪櫃 如果你是比較久才用的 你可以直接放回冰箱 到你用的時候才拿出來溶雪 好像現在這樣,我只是放一堆 然後就融了一些糖 剛才融了冰糖 放了珊瑚草之後 再水滾,然後再放奶 珊瑚草含有很豐富的酵素 而且它的酵素可以令到小腸 排清小腸的髒 所以可以幫助排清宿便 而且它的骨膠圓非常豐富 可以滋潤皮膚 亦可以補充身體所需的骨膠圓 它也含有豐富的抗物質 例如鈣,鐵,鎂,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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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含有豐富的維生素A和B雜 還有維生素C 所以它的營養價值很高 它亦被譽為海上燕窩 剛才融了糖 放了珊瑚草 然後再滾起的時候 再加上一碗全脂奶 其實你們可以選擇 你們想用的奶 然後倒進去之後 我就不想煮得太厲害 因為奶如果太高溫 會破壞營養成分 我見它快要滾,我就關火了 現在的狀況就像一碗糖水 一碗很香濃,有奶味的糖水 然後我放在室溫裡一陣子 有它攀動,你看到它就是這樣 它很像豆腐花一樣的狀態 又很像燉奶一樣的狀態 它的黏性和膠質是非常豐富的 你也可以試一下 不過由於珊瑚草是屬於寒性的 所以也不能天天地食用 而且身體比較燥熱的人 適合吃珊瑚草 但如果身體比較偏寒涼的人 又或者是容易輻射的人 又或者是容易有驚痛的女生 就應該不適宜吃珊瑚草 而且月經期間都是不適宜吃用 好了,我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就like、shar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有最近我做了很多花茶 獨立包裝 歡迎給你們訂購 我在影片留言 會有售賣花茶的資料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在影片留言 會不會讓我送你的 尋覽 在影片留言 你們在影片留言 你們等一下 我們會不會讓你